好 再来看到由McDonalds 荣誉赞助的东森幸运王歌唱大赛 热烈迎来了全美总决赛 不只有16强晋级选手 各自使出了浑身解数 造型上也是用尽了巧思 就是为了能够夺得冠军宝座 看在台上一向艳丽四射的陈丽莹 举手投足间都散发出成熟性感的气息 让观众着迷 而这次为了挑战自己 不只特别选择勤快甜美的情歌应战 且在妆容与发型上也是下足功夫 我妆容方面就是做比较甜美一点的 就是清纯可爱型的 然后头发就做比较蓬松一点的 如果你整个感觉很像 那我觉得我会更近状态 就是更能装可爱吗 如果不是的话 按我平常我应该是没办法的 就会很奇怪 相反的清纯可爱的剪处仪 一直以来都以甜美嗓音 掳获粉丝芳心 不过这次想要挑战 不一样许峰的她 在VR Professional Here's Alone的 专业改造下 可说是从头到脚 焕然一新 要让观众看到不一样的她 就发型师他们讨论了一下 然后就弄了个很高的毛尾 然后又卷了一下 然后装容的话 应该也是偏大地式 带一点散散的 因为我的那个搭配的 上衣还有裙子是有亮片的 所以我就把亮片 就那个散散的 弄一点在脸上 比较明显一点 目标让选手在舞台上 魅力四射闪闪动人 不只归功于VR Professional Here's Alone的 专业团队 赛前积极与选手 讨论造型方向 甚至在决赛当天 还特别前来现场 帮选手做好万全准备 建议的话呢 我们会 individual的 会单独跟他们做 给他们 根据他们的选择歌曲 然后我们有 最专业的团队 跟化妆团队 跟发型造型的团队 去为他们打造 装阻他们的造型 让他们在舞台上 可以更自信地去 去表达他们自己 观众想观赏到 2019年 东森新人王歌唱大赛 各场赛事中 最亮丽的流行彩妆 与最动人的造型打扮 欢迎从10月5日 周六起锁定 东森电视 每周末精彩热播 东森新闻团队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都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